小跑堂 魏龙豪 吴兆南和说 连窗户带门 地印子停车场 全都把它留好了 那是人家专家吗 外行 您要是不懂不研究那行吗 不懂不研究那可不成 我有一个朋友 他愣说这玩意算不了什么 这画图有什么不得了啊 有什么 有个朋友盖房 他给人家画 没关系 我给你们画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 玩票 不要设计费 刷刷刷 画完了 也是六层楼 嘿 盖好了 盖好了又拆了 怎么了 没留门 啊 好嘛 他这儿弃烟通呢 您说那怎么住啊 说的就是吧 哪行哪业都不简单 对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不过呢 您得自己研究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非得钻研不可 你拿我兄弟来说吧 你哪个兄弟啊 比我小啊 废话 比你大是你哥哥 对啊 什么对啊 你好几个兄弟呢 你说的是哪个兄弟啊 就是我最小的那个兄弟嘛 哦 铁弹呢 对啊 对啊 对对 那不是在部队里头服兵役呢吗 兵役服完了 哦 在家里闲着呢 没有 早就有了职业了 哦 在哪儿 做什么 呃 饭馆里跑堂 啊 呃 这个工作很伟大哟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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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了 你怎么让他单干那个呀 那干什么去啊 呃 那孩儿啊 他没有什么出息 你有出息 我 那怎么了 哎 我告诉你啊 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这饭馆 餐厅 这种行业这是不可缺少的呀 哦 您说这个饭馆 啊 当然了 这没饭馆行吗 他 那我就行啊 哦 在外头办完了事 您饿了 您哪儿吃饭去 我家吃去啊 哎 对 啊 啊 家吃去啊 我回家吃去啊 哦 你当个演员 是老在一个地方演出吗 那不一定啊 哪儿都去啊 呃 所以啊 今天在台北 明儿叫台中了 后儿叫高雄了 要不然就跑东部去了 你说花莲离这儿多远 啊 大家伙演完了一场 该吃饭了 人家都上饭馆了 你上机场 啊 到了机场上飞机 下了飞机 倒公公汽车 计程车 到家吃顿饭 吃完了饭以后 你再赶回家 那我干嘛 我折腾啊 还是的呀 那你上哪儿吃饭去 那我就得上 所以嘛 哎不 啊 我自己坐着吃 自己坐 自己坐 哦 那你要是跟着团体出去 那你怎么办呢 哦 走的时候 左边扛着面 右边扛着面 啊 左手滴了这铁锅 右手拿着铁勺 左嘎着窝 夹着酱油瓶 右嘎着窝 夹着醋瓶 啊 前胸挂着案板 急腻上杯子蒸笼 脑袋上顶着锅盖 啊 左耳朵里头塞着花椒 右耳朵里头塞着大料 嘴里叼着赶明棍 一走道这么 叮当乱响 您说这好干嘛 那我这是说相上去吗 你这是给饭馆搬价 哎 不像话 啊 没饭馆行吗 啊 说呀 他我 我说什么呀 我都说完了 他你呀 我告诉你 你还不如我兄弟呢 你兄弟 啊 我兄弟在学校 是个好学生 在部队里服役 是位好战士 在饭馆 是个好跑堂呢 哦 无论做什么事 他读勤学苦练 把握时间去研究发展 不浪费时间 那好啊 不过可也有一样 什么呀 他说这个跑堂这个行业啊 没有技术 可不 对啊 我啊 什么对啊 刚才我那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那个 那个我说那个 这行没有劲呢 就就就就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他本来嘛 有什么技术啊 端端汤拿拿菜 这顶多嘛 盛碗饭 就叫这个嘛 嘿嘿 啊 这端汤拿菜 就是技术啊 这没技术就不行了 是什么技术 啊 当然了 甭说客人要别的 就要一个干炸丸子吧 这算什么 是啊 哎 你端起这干炸丸子来 都得有姿势 不能胡来 什么姿势 哎 那得有技术啊 啊 右手端起这个炸丸子来 手腕子望里 盘子边 靠在胸前 这可不能挨上 那挨上蹭油啊 哦 左手在前边护着 这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啊 老家少回人 蹭油 靠边望里 您呢 嘿 您吃这干炸丸子 这三十二个 您看看 肝精利落 没技术这行吗 嘿 这怎么拿都行啊 啊 这怎么拿都行啊 这没技术 就不行 没听说 没技术 这三十二个炸丸子 从后边灶上 这么一甩着就出来了 嘿 老家少回人 蹭油 靠边望里 您呢 这怎么剩仨了 啊 那二十九个哪去了 都甩出去了 拉了了 全掉了 所以了 这您说没技术 这行吗 这 是得有点技术啊 还是的 那这端汤 那就省事多了 端汤啊 那更得有技术了 这个炸丸子是干的 汤是吸的 这更得有技术啊 哦 那有什么技术 哦 您说没技术 没什么了不起啊 那么好 我给您一碗汤 您怎么端法 好好 这个来 这两只手 这么一端 把这俩大拇指 往里掐好了 这往哪跑吧 你说 老家少回人 考边 这就来了嘛 您想 怎么不行啊 各位在这都看着呢 您这是怎么端汤的 这俩大拇指往汤里的这么一搁 您说这卫生吗 您这不是三鲜汤啊 这是这什么呀 您这是洗手盆啊 这碗汤还能喝吗 这 那那那应该怎么端呢 没告诉您吗 这就得要技术啊 哦 把这汤端起来 这五个手指头都得有用 有什么用啊 这大拇指在这碗边上啊 不能沾这个汤 第四个第五个手指头 要抠住这个碗足 看到没有 这第二个第三个手指头 在这来掌握它的平衡 端起这碗汤来 不能晃不能撒 用左手在前面这护着 要眼观六路二听八方 这就来了 老家少回身蹭游靠边望里您 您喝这碗汤啊 这里头我们给您撬的是这黄瓜片 您看这是刚下来的 小黄瓜您看还顶着花呢 这多干净 哎 哎 要你这么说 还真的有点技术啊 这是所以嘛 不过呢 起先我兄弟啊 也认为这个端汤啊 这个算不了什么 哦哦哦 哎 这张师傅 明儿这客人再有要汤的 我端这汤吧 嗯 好 哎 张师傅说了 哎 这不行啊 铁蛋 这你还得过几天 你得仔细的看看 要跟这个老师傅们呢 去学学 我兄弟说了 这这没关系 明儿就明儿 你瞧我的好了 对对 明儿个瞧他的 哎 可巧呢 那天就有位客人呢 要碗三鲜汤 那他端吧 他不端还好 端起这碗汤来 这脑袋也晕了 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 怎么了这是 这老家蹭边靠游望 蹭边靠游啊 这蹭游靠边 往往往里 小孩小孩 你这跑什么 哎呦别扎 怎么了 这这碗汤全扣的脚 你瞧 出事了不是 从出了这回事啊 我兄弟自个儿可就想了 哎呀 要想当个跑堂呢 可是真不简单 哦不容易 没关系 练 怎么练呢 每天练 晚上回家 早上不是上班的时候 找一个大茶壶 沏了茶 在家里给我母亲呢 给我父亲们倒茶 哦就拿那小茶碗 啊 那小茶碗怎么行啊 都是那盛汤的大海碗 溜啊 那跟盆似的那个 哎 那那差不了多少 哇 这就倒好了 哎 这个儿都送了 哎 老家少回人蹭游靠边往里 您呢 哎 妈 您喝汤 是什么 哎 你说什么 大碗吧 啥的 我喝汤干什么 不 说的是啊 哎 哦 妈 那我说错了 是您喝茶吧 哎 这喝茶 对 好 喝 哎 喝 哎 哎 这这茶 这茶怎么这么大碗啊 是啊 这妈 妈 您不知道吗 这不是 是大碗茶 大碗茶的吧 好嘛 大碗茶的 卖到家里来了 哦 爸爸 您您那还没呢是吧 我再给您倒倒倒倒一碗 老家少回人蹭游靠边往里 您呢 哎 爸爸您喝茶 呦呦 呦 嫂子那也没有啊 哗 哎 老家少回人蹭游靠边往里 您呢 嫂子 您您您喝茶 哎 您您喝 哎哎 妈 妈 妈 您您您快喝嘛 你这待会儿凉了不好哎 喝涼茶闹肚子 您您您您家 您家 还有半碗吗 您快喝嘛 哎 哎 哎 这不是这这不是就行了吗 老妈 这还带催的 老家少回人蹭游靠边往里 您呢 哎 什么 您喝茶 快喝吧 哇 我我我喝呀 我喝什么呀 我喝 怎么了 这么会儿我喝六碗了 我 就这样天天练 端汤 哎 练了些日子 行了 这不成问题了 哦 哦 在饭馆里头能端汤了 哎 哎 呃 这能端汤上菜不成啊 这还得会算账啊 那没关系啊 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 那学过算术啊 中学生还不会算账啊 中学生是会算账啊 不过他们那个中学里算的那个呢 是三角几何 跟饭馆里这不一样啊 哦 对对 不一样 饭馆里头这三角啊 是甜的啊 啊 这三角里它有馅儿嘛 哦 糖三角你恶格呀 你 那里头什么三角啊 中学那个三角几何啊 那是数学 哦 哎 饭馆这账呢 是口蔫账 哦 得十嘴算 哎 老师傅算这账呢 不管它是三位五位 十位八位 嗯 吃完了之后 不用一分钟就能把这个账算出来 哦 这怎么个算法 哎 三十二四十六 这是七十八 七十八加一百零四 这是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二加三十四 这是两百一十六块 真快呀 哎 这我兄弟不行 那你兄弟 他靠这个口蔫账不行 哦 那他怎么算呢 人家吃完了 哎 哎 伙计 这算账啊 哎 哎 好 您呢 这您 哎 这这 您您就是 您今儿真吃了不少啊 这是 这是三十二 啊 三十二 三十二这个 哎呀 这张师傅 李渔三吃多少钱呢 不好吗 还不是到贱儿呢 这 四十六 哦 四十六 这个 哎 怎么这个菜 多带零啊 啊 三十二 这个三十二 这是四十六啊 四十六 三十二 三的三的 哦 书手直扣啊 不是 不是 干脆咱们 咱们先算整得了啊 好吧 心里话都创出来了 这个 三十啊 三十 这是四十 三四 这三四 一十二 这 不对 啊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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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惩罚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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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四十 对 对 哎 哎 这 刚才多少钱来着 三十四十那是七十啊 对对对 这七十啊 七十 这是六块啊 这是七十六 七十六 嘿 嘿 七十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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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还有一笔呢 哎 什么 您没事 您吃这么多菜 干什么呢 哎呀 这是 这是一百 一百零四 对 一百零四的四七 这个 四七 这个 四七 你脱袜子算吧 你 这一百零四 七十八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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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 这干脆您还是到门口上柜台上算吧 这 你干什么柜台算了 这他算不上来了吗 那还行啊 嗯 不行啊 啊 没关系啊 练呢 嗯嗯 这又怎么练呢 啊 这整天早上起来 这下功夫 这个怎么下功夫 跟我一样啊 啊 我们那说下的 每天早上起来也得下功夫 练什么呀 我们柱子一块 我那练绕口令 哦哦 前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别着个喇叭 北边来个喇叭 低了五斤 那么他呢 他那三十二四十六 这七十八年呢 嘿 这可有意思啊 哎 呼 这早上起来 我们那天天练呢 嗯嗯 前北边来了个喇叭 低了五斤 三十二六十四七十八年呢 北边来个喇叭 这 他也喇叭了 大爷 快了得了 这不单他串呢 这得有时候我也串了 好嘛 哎 您别瞧这么串 没练多少日子 这个算账啊 是滚瓜乱熟 算得还是特别好 哦 我兄弟想了 这回啊 差不多了 你怎么知道啊 算账也行了 端汤也行了吗 哦 就会算账 就会端汤 这就算行了 那还要干什么呀 这孩子会说话呀 我兄弟他不会说话 哎呦 他是哑巴呀 嗨 他招待客人呢 应该和蔼可亲 这些个话 他有时候就不会说 那好说呀 哦 不简单 怎么呢 哎 这个当一个跑堂的呀 可不是那么简单 哦 这个客人进门来 嗯 吃饭的时候 嗯 首先你说的这个话 就得研究 这研究什么呀 哎 你要不会说话 啊 这位客人这回到你这来吃雷了 嗯 下回请客还上你这来 嗯 你要是不会说话 不但不在你这吃饭了 可能你还把客人都得罪走了 嗯 这么严重吗 嗯 那不 你要不信吗 咱们俩人就承样承样 可以啊 怎么承呀 呃 你你来那客人 嗯 我来我兄弟 咱们俩试验试验 好啊 哦 我当那客人 哎哎 咱们试验试验 来来来来 啊 好好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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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您刚来 啊 刚来 哎 您请坐 啊 我我哪坐呀 我啊 咱们连把银子都没有 咱们连把银子都没有 咱们在这比划比划就行吧 好 好 啊 哎 哎 哎 您您您您您您请坐 好 行 哎 您没吃呢吧 哎 我我我吃了个饭能上这来吗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吃呢 这这 这您您今儿 您没事啊 哎 没事 哎哎 哎 您您您叫一个人啊 哎 一个人叫一个人 哎 一个人 您还在那住呢 哎 没办件 在哪住啊 哦 您您您您您您您在那住呢 是啊 哎 哎 我我在警中间 哦 哦 哎 哎 您家里几口人 我查户口的 啊 户口 哦 哎 这 还有谁啊 一个他也撒孩子 哦 您结婚了吗 哎 贵话嘛 对对对对 结婚了 真是结婚了 结婚了 什么跟什么呀 这你所以说吗 我说他不会说话吧 这就是没有锻炼 哦 哎 这只要一锻炼就行了 老师傅也是跟他这么说 哎 铁蛋啊 客人到咱们这儿来啊 主要的是吃饭 嗯 咱们这个说话必须得有分寸 嗯 要说的假的 哎 让人听了顺耳 哎 最好呢 咱们不卖苦脸饭 客人来了 咱们让人笑着来笑着走 哎 这个省事 啊 什么 省事啊 嗯 这会笑的客人看见了是自然的 这不会笑的 还不如不笑的 啊 这 这个 这简单嘛 啊 越说越难了还是 哎 哎 不是 您要是不会笑的 这客人 什么也不吃了 能让您给吓跑了 您信不信 那我不信 啊 不是 那有什么呀 不是 你怎么老抬杠呢 你不信 没关系 咱俩再实验这样 可以啊 这这这 你言之越说越难了 好 您刚来 啊 刚来啊 嘿嘿 啊 啊 这这这毛病是怎么着 呃 您请坐 好 嘿嘿嘿 好 这您 您打算吃点什么 嘿嘿嘿 我什么也不吃 我你有神经病 我跑了我 所以说嘛 我说他就不会乐嘛 哦 后来我兄弟这么一想啊 没关系 练 哎 你怎么都知道了 不是吗 没第二条路走嘛 啊 这怎么练呢 哎 这个每天只要没事啊 就冲着这个大镜子 乐 哦 哎 这也是个办法 啊 那大镜子里呢 那就是顾客 哦 您刚来 嘿嘿 您请坐 嘿嘿 您吃点什么 嘿嘿嘿 行了 你这乐皮哭还寒碜呢 这是老师傅也是这么说 那这铁蛋呢 这个乐呀 这可不是技术 这是要让它发自内在 乐出来呢 要真实 要自然的 这叫这你这样乐啊 这乐一辈子也是假的 不自然呢 不错呀 哎 这在脸上啊 看得出来 哎 可是我兄弟他自个儿努力呀 嗯 再加上老师傅的指导 啊 这才乐好了 而且呢 每天都有不少的这个老客人呢 去照顾我兄弟他们 哎 你瞧会好啊 哎 好不是吗 啊 过了几天又闹笑话了 又 又闹什么笑话了 有位老先生啊 他上那吃饭去 啊 啊 这位老先生啊 大概有六七十了 哦 上了年岁了 哎 这个腿脚啊 都不搭利落了 你瞧 牙口呢 也不好了 嗯 六七十岁了嘛 啊 就这个右边 还有一颗牙 哦 硕果仅存了 哎 这个老先生呢 想上饭馆吃点软和的东西去啊 哎 我在这个家里头吃东西啊 老是不对我这牙口啊 今儿个我到饭馆呢 哎 去吃点什么吧 对 换换口味 哎 这刚一进门呢 正赶上我兄弟在那招呼客人 哦 哎 哎 现在好了 现在也知道怎么乐了 乐着就过去了 哎 老先生 您刚来啊 哎 是啊 哎 您上楼吧 嗯 你说什么 请您上楼 好 上楼啊 你背着我上楼啊 啊 我走到我还摔跟头呢 我还上楼啊 上楼我就楼了 哎 这个倒是 那 干脆咱们叫楼底下吃吧 对 就这吧 对对对 老先生咱们 你那老先生 您吃点什么啊 嗯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啊 问问吧 哦 您要吃菜啊 哦 那我们这儿可最齐全 红丸子白丸子 南肩丸子四起丸子 桃肉扣肉 米粉肉 红烧肉 啊 红烧排骨 哎 您听听 哎 哎 哎 您等会儿啊 你说多了啊 我这个脑子啊 我也记不住啊 我呢 就喜欢吃这个红烧的东西 哎 你呀 给我来一个就行了 哎 让你兄弟看着办了 那没问题 哎 老先生 您喜欢吃这个红烧的东西是吧 哎 对了 问清楚了 哎 我兄弟走了 没有多大功夫就给端了 真快啊 老先生是真馋了 用筷子夹起来 放到嘴里 咱咱咱 就是一口 哎哟 哇 怎么了 老先生最后的那颗牙 也掉下来了 哎哟 我天 你们这是什么呀 这一定是红烧肉啊 哪啊 我兄弟给他叫的红烧排骨 �� 哈哈 谢谢大家